大家好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 B主题如何做中英双语网站 做中英双语网站 一节课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节课的内容是其中一个环节 而且是干货 Wordpress做多语言网站 用的是一个插件 叫WPML 这是一个收费插件 关于这个插件的获取安装和基本设置 以后我会单独开课来讲 现在这个网站已经做好了中文版 现在要在中文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英文版 中英文的网站结构是一样的 但是内容是不同的 我们要做的是 把中文页面复制一份到英文页面 然后在英文页面里面 把文字替换成英文 我会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 这节课介绍一个 下节课再介绍另外一个 安装启动WPML插件以后呢 在页面的管理界面上会有两排的筛选器 第二行有简体中文 英文和所有语言 比如说现在这个网站 简体中文的页面有七个 英语翻译好的页面有六个 这是我之前做的 所有语言就是把中英文的所有页面都列出来 我们用赛事活动这个页面举个例子 它的中文叫赛事活动 由中文建立的这个英文页面 可以叫其他的名字 内容也可以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页面是有关系的 这个页面的中文作为主 英文作为辅 现在已经有了英文的页面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重新建立 也可以直接修改它 第一次接触WPML这个插件的同学会容易晕 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页面编辑的状态下 右上角有一个语言 它会写着此页面的语言是英语还是简体中文 另外它的下一行是 这是翻译的中文的哪个页面 都有明确的标识 然后再往下看 有一个翻译 下面有两个 一个是从简体中文复制内容 这个按钮只适合于博客的页面 也就是说Wordpress 它自带的那个编辑器的内容 还有标题 这些东西都可以复制过来 但是这个页面是用B主题的自带编辑器制作的 这些东西用这个按钮过不来 那么该怎么办呢 B主题自带的编辑器 它有一个导出和导入的功能 先回到这个页面的简体中文版 然后选择导出 会生成一段代码 把这段代码复制 然后再回到这个页面的英文版本 然后选择导入 把这段代码粘贴进来 就可以把简体中文版的自带编辑器的那些内容 完全的复制过来 这种办法只适用于B主题 因为这个导入和导出是B主题自带编辑器的一个功能 另外在导入的时候 可以选择在当前内容之后导入 还是之前还是替换当前的内容 导入之后记得要保存更新页面 这样这个页面的英文版就做好了 剩下的内容就是手工一个一个的去翻译 标题包括里面的文字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先到这儿 下节课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通用的方法 适合于所有的主题 把中文页面的内容复制成英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